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失去四肢的美女吸血鬼 你是害怕呢?还是会好奇呢?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2016年日本的一部神奇动画《商务与铁血片》 讲述了日本小青年把美女吸血鬼当主人的神奇故事 3月25日的傍晚 高校学生阿良呼吸着樱花的清爽在路边走着 这时她在前方迎面走来一位高颜值且身材超棒的女生宇川义 突然一阵十分强烈的风气能从阿良的身后袭来 这风吓到好处的把宇川义的裙子给掀起来 宇川义还没有穿安全裤 风停了空气里只剩下尴尬 宇川义红着点说 看来安全裤还真是必不可少啊 阿良在片刻惊讶之后又瞬间高冷地想要走掉 可是宇川义竟然追上来拉住她 喊出了她的名字 阿良其实认识宇川义的 甚至还很关注她 也记得她高二上学期期末考的所有考试加起来 只错了一道选择题 是一个典型的学霸和小花 于是两人坐在河边交谈了起来 有吸血鬼的存在 接着她说起了最近疯传的传言 传言说在他们这个小只有吸血鬼 所以最好晚上别出门 宇川义还听说那吸血鬼 是个拥有冷力闭人双眼的金发大美女 她的金发在灯光照射下显得光彩多目 但是地上却不见影子 阿良听了还是觉得这传言不可信 而宇川义倒是希望 真的有种高于人类的生物存在 一直以来 阿良在学校都是独行侠 今天交流过宇川义才发现 她其实很好交流 宇川义便问她 为什么不交朋友呢 而阿良十分臭屁地回答 小朋友会降低人类强度 会增加自身的落点 但这话却又没错 因为人类就是容易多情 容易因为朋友而被人捏住软肋 接着 两人又走到校门口 宇川义要去图书馆学习 她离开前 主动在阿良的手机里留下了点些方式 脑调皮地说 真遗憾 还是交上了朋友呢 阿良其实心底开心极了 能跟宇川义交上朋友 这应该算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回去路上 整个人都是蹦跋着的 等到了家里 她的脑袋力不断重现 仅仅宇川义群 自被封掀起来的性格画面 阿良越想越兴奋 激动了她 立刻出门 想要去书店 买一些成年人才能看的书本 待在回家路上 她只是站在地铁站的路口处 冥想了几分钟 回神过来时 发现周围的灯全部灭了 而且地上有血 阿良好奇地跟着这血迹 寻找源头 一路走进了明亮的地铁站里 地上的血很长 望不到头 由于面墙上 甚至全都是血 阿良一直走 一直走 终于 看见这血的源头了 那是个白发女人 她躺在血滩中 阿良掺头了 想要过去抱起她去医院 却发现她的四肢都没了 瞬间吓得把她扔飞了 这时 那女人说自己叫 基斯秀特 亚赛劳拉利昂 扔下心 是个冷血的吸血鬼 扔下心命令阿良 献上自己的血 好让自己四肢重生 给伟大的吸血鬼献祭 也是一种荣幸 扔下心想要阿良全部的血 阿良反应过来时吓坏了 她想逃走时 那家心竟然像个耍呆的孩子 一样哭喊了起来 之前的高冷的骄傲 小时的无影无踪 开始一直求阿良救救她 阿良都惊呆了 没想到传说中的吸血鬼竟然存在 也觉得害怕的拼命逃跑 阿良一路跑到楼上 可是 当她坐下来后又开始纠结 要不要救人 那家心那么可怜又漂亮的模样 一直在阿良脑海里闪现 阿良清醒地知道 求她自己就会死 可是她也是心软地回去了 看似伟大的阿良 但是内心应该有想过 呃 如果是个男的 想死就死吧 等阿良回去时 任下心还在她绝望地哭泣着 阿良帅气地对她喊道 别就这么放弃啊 笨蛋 阿良靠近任下心 扶在她的胸口上 很奇妙软软软软软地说 自己下辈子 要成为自私的人的遗言 任下心说了声谢谢 就开始吸大大动脉里的血了 阿良温柔地抱着她下心 选择慷慨赴死 然而 阿良并没有死 两天后 她在一栋废墟里苏醒 身边多了个睡着的小孩 阿良醒来 迷迷糊糊的 她走到天台上去 发现外面有一棵巨大藏老的树 树上全都是乌鸦 只是 天空的乌云散开 阳光静下来的那一刻 阿良的身上 开始着火 她正常地掉落到楼下 全身都在燃烧 这些睡着的小孩子 突然冲出来 把她救回室内 火 才熄灭了 而反观小孩身上 也拦截了火焰 原来 她就是重生后的 冷下心 她把阿良变成了自己的亲族 也属于吸血鬼 而且 是跟她一样 拥有不死之力的吸血鬼 所以刚才在太阳下 阿良的身体 才能不断地消负 被左烧的漏体 不同的吸血鬼 是会把吸血鬼 破损的漏体 阳光可以直接 咬了他们的命 就这样 阿良是冷下心 四百年来的 首个亲族 阿良之上 迷迷糊糊地 成了不死的吸血鬼 而这栋床里的建筑 是冷下心的 长生之所 冷下心也解释了 自己变成小孩子模样 是因为之前 膝盖的阿良 全部的血 也不够再生 大人模样的四肢 火焰只能变成 小孩子的形态 现在 她只能维持 最低限度的不死之身 所以 吸血鬼有很多能力 也都受到了限制 变成小孩的冷下心 但在人类的世界 摸头似乎是主人 才能做的行为 OP 阿良听话地摸了她的头 结果发现摸起来很舒服 于是又多摸了两下 谁正要冷下心 反而被摸得也很开心 冷下心还说 但凡被吸血鬼吸过血的 都会变成吸血鬼 而她正好也需要 阿良变成吸血鬼 来帮她做点事情 阿良的内心 是有些崩溃的 她问冷下心自己 还能不能变成人类 冷下心对她保证 是可以的 但是必须帮她 恢复成大人模样才行 于是冷下心要阿良帮个小忙 把她从三个人手里 躲回她的四肢 那三人是专门 对抗吸血鬼的猎人 三人的单体实力不是很强 但是组合在一起 就让冷下心都有些吃力 冷下心拿回四肢后 就可以恢复能力 作为回报 就是帮阿良变成人类 阿良对自己没有信心 因为她根本不会作战 但是冷下心 是非相信阿良有这个能力 冷下心之前是最强的吸血鬼 而阿良作为冷下心的亲族 能力也是超强的 甚至可以轻合一举地杀死 驱落至极的冷下心 当初冷下心因为大义 没有善 残编的三个年轻人 不讲武德 连手砍掉了四肢 现在如果阿良 就跟她三人一对一单挑的话 是我赢的 毕竟获得了自己的力量传承 反正冷下心是这么告诉阿良的 听了冷下心鬼话的阿良 顿时全身充满了力气 感觉自己就是天神下凡 然而 等阿良去找到他们的时候 却发现 那三人总是一起行动 而且他们发现了 阿良是吸血鬼的身份 三人的语言阿良根本听不懂 就爱在三人要对阿良出手时 一位叫做任夜妹妹的男人 迅速赶来 救走了阿良 任夜妹妹也是之前 告诉任下心那种废墟 藏存之所的人 阿良对任夜妹妹充满了警惕 于是任夜妹妹 正好先自我介绍了一番 她说自己是个 维持人类和怪物和怪异之间平衡的人 是四海为家的自由人 也是造就怪物的权威者 妹妹对任下心很感兴趣 因为任下心被称作 怪异杀手 任下心能够从怪异身上 获取能量 是很少见的一种吸血鬼 接着妹妹又说 她可以帮忙出面 安排阿良和那三人之间的战斗 不过得要两百万筹金 这也算是她在维持平衡 因为阿良如果去打那三人的话 还是显得太裸小了 而且妹妹说 可以制造阿良跟那三人一对一的机会 既然阿良有机会 那会扔下心的死之 扔下心并不知道两百万有多少 所以她让阿良自己决定 如果阿良同意的话 那这两百万就得阿良支付 阿良听了后想 如果用两百万能让她变回人类的话 那是愿意的 于是阿良和妹妹的合作 就此开始了 商务语这个系列一共有三集 分别为铁血片 热血片 冷血片 每一集的程度 大概在一小时左右上下 所以 今天这期说 只介绍了铁血片的内容 也就是商务语这个系列 为何展开 剩下的可以看小伙伴 有没有兴趣 自己去看下原片 或者说这期视频 有没有能看 再决定是否把冷血片 和冷血片两片一起做了 如果想看的话 就在评论区公评留下 想看两个字 我会在最快时间马上安排 而回到过时中 其实后续有一点大家应该都能够想到 脸下心 只要吃下自己的四肢 就可以恢复成 以前的玉姐形象 真的是超级美 但其实物语系列 都会夹杂着很多残酷的风格 所以不要被唯美的画风所欺骗 结局基本 是你绝对想不到的 而如果要让我批评一下商务语 那么可能就是关于时间太短了 并且整部片的特效 还是有让人产生一种 经费燃烧的即视感 画风更是有许多唯美的场景 但是对比原作小说来说 其实这部动画的还原程度 还是有些不足 评分高达8.4 三部系列几乎为了才8分 个人感觉7.5差不多 但男和小说的粉丝 特别强悍 我是少年 一位命令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明轮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